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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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除了订阅我的频道之外 记得按小叮当 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出的新片了 大家好,今天你们又要准备电饭煲了 因为我会教你们用电饭煲 制作野味又大牙的香辣沙爹金钱土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看看需要什么材料 以上是一个小辣的食譜 如果大家是不吃辣的话 可以散略辣椒就可以了 我在急凍店买了一块金钱土 这里大约就是半磅多些 买了回来,我们首先把它解冻 然后我们要进行飞水 预备一煲滚水 等水煲滚了之后 就可以把洗净的金钱土放进去 煮大约10分钟 在飞水的过程 大家可以倒入一些酵兴酒和姜片 等金钱土可以披一披味 等它飞水期间我们可以做其他东西了 我们先预备其他配料 将姜切片 辣椒我准备了五小条 可以把它洗净之后去定 然后将辣椒籽 拿出来 你不将辣椒籽 拿出来也没什么所谓 只不过是吃下去 可能会咬到辣椒籽 看看会不会影响口感 然后把辣椒切粒 我们将蒜头拍扁去衣 轻轻切几下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又看看飞水的金钱土 我们可以将金钱土反转继续飞水 好,说这么快10分钟就过去了 我们将飞水的金钱土 倒走污脏水 然后开水喉水 把它轻轻披一披水 再次把它洗干净 然后就可以将金钱土捏干水备用 我们将净干水的金钱土切条 因为它太大块了 我先将它一开三 然后把它切粗条 大约有两只手指 大约粗粗 接下来就可以将金钱土调味 我们需要下柱侯浆 沙爹酱 为什么沙爹金钱土那么好吃呢? 因为沙爹酱里面夹着不同的香料 里面还有芝麻酱 花生酱 椰粉之类 还有我们需要蠔油 少许豉油 想它更香 我就会加些酵兴酒 加些胡椒粉 让它披一披味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酱汁拌均匀 然后将金钱土调制大约三十分钟 我们预备电饭煲 然后倒入油 然后将蒜头姜片和辣椒倒入去 轻轻拌均匀 之后就可以将电饭煲吸盖了 开启电饭煲的煲饭模式 然后大约等5至10分钟 就开盖再看看 当你看到蒜头姜片和辣椒 开始爆香的时候 就可以将金钱土倒入去 为了不要浪费任何酱汁 我们将刚才腌制金钱土的碗 我们可以加入大半碗水 搅匀再倒入电饭煲里面 浸过四分之三的金钱土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会加入几粒冰糖 除了可以中和辣味之外 等待炆金钱土的过程 可以炆得软一点 接着就将电饭煲吸盖 重新再设置一次煲饭模式 由于不同型号的电饭煲 煮饭的时间都会不同 所以如果你们试过觉得 金钱土没够软的话 就可以再煮多一会儿 最后我们会加入老抽 让颜色再漂亮一点 接着会加入少许麻油 最后打少许生粉芡 让汁再收浓一点 吸盖煮多两分钟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一打开电饭煲 就闻到沙爹味超级香浓 酱汁刚好挂在每块金钱土上面 吃下去还有阵阵的香辣味 不知这张照片能否吸引到你 立即开始煮呢 喂!这么简单又易做 你不是不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给个like我 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